厄瓜多9日一间电视台遭到武装分子闯入 当时电视台正好在直播意外转播整个过程 过了15分钟讯号才被切断 警方很快地攻入电视台将姿势分子逮捕 上周末厄瓜多大毒枭月狱全国出现暴动 有人在街头引爆炸药或是当街纵火 厄瓜多总统诺波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将22个帮派列为恐怖组织并进行军事行动 目前已经击毙5人 逮捕329名黑帮以及毒枭 同样不得太平的还有巴布亚牛井内亚 火光四起黑烟直攀天际 如同陷入战争一般 民众趁乱洗劫商店 甚至拿推车大喇喇地将商品偷走 原来当地警察与公共部门不满减薪 因此于本月10号展开罢工抗争 民众抗议行动便逐渐失控 有人纵火焚烧洗劫商铺 多家商店遭到抢劫 当天晚上护理人员接到多次呼叫 许多人严重烧伤或是遭到枪击 至少已经造成16人死亡 大陆驻巴布亚牛井内亚大使馆 证实有两名大陆人在骚乱中受到轻伤 巴布亚牛井内亚政府跟着宣布 进入为期14天的紧急状态 目前警方已经恢复执行 并出动国防人员待命 政府呼吁公民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诉求 记得众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